哈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国际大棋局的第三节 阵友节目之前,请你按按你的伟大的小手 订阅,按赞,按赞,按一下小铃铛,然后支持一下我们 也可以在直播时打赏一下我们 也订阅梁錦祥工作室的Playtion 我们有很多精彩节目在帮大家 你们每天的支持都是我们做节目的动力,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多点支持我们 那第三节,台长我们是不是讲国际东西 一定,国际方面其实也很喜欢讲的 但是台长,你先给我讲一个最重要的国际新闻,行不行? 好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意大利发生的 说意大利有一个小镇,人口很少 就有一只小鸿,那只小鸿就很伯厌 他经常闻到镇的面包店,焗面包和曲奇 他就经常去吃,然后就多次警告他 他结果不但没有修炼 更加变本加厉,就是人家焗了整盘曲奇出来 他就坐下来,然后逐快逐快拿来吃 结果去到后来,那个面包店就顶他不顺 于是就报警 于是意大利的警察就拿了一辆车来 就把那只小鸿就抱上车里 于是就车回到山上 然后就想着这件事没问题了 谁知道那只小鸿竟然徒步在山那里 走下来,那个距离是多远呢 原来他已经是车他去了一百公里以外 他走了一百公里回来那家铺那里 然后又坐在那里拿一些曲奇来吃 然后呢 那个面包店老板就认输了 于是就和那些小鸿的人一起收养了一只熊仔 结果呢,那件事没完的,于是就照惯例 那个镇的镇长就任命那只熊仔 就作为这个镇的吉祥物 就是叫做一个食饼干的熊仔 那谁知道呢 他就后来有人看完那张照片之后 动物学家就软道而来,来这个镇 然后看看,原来那只熊仔 是一个贫藝绝种物种 而全世界上呢,是应该少于六十只的 那竟然是他在这个很贫臨的物种呢 是不知道怎么样呢 是不知道有什么原因呢 就是专专坐在那里吃饼 那接着呢,这件事呢 就是熊仔就扬威国际了 那另外呢,也都要呼吁就是 就是叫那些人呢,就减少那个打猎了 因为呢,现在那个物种的危害呢 就很重要了,那对于诗豪文信来说呢 那你和我说普京什么都好啊 怎样拜登啊那些呢 那我觉得有时这些新闻呢 就很重要的,那也都 就是你看到有时 外国这些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些是缘分来的 就是叫做一只熊仔在那里偷饼吃 那接着警察搬他去那么远 他还认得路回来 哇,很厉害的 你想想,走路,他真的是走的而已 那些熊来的,走百多公里回来 就是为了要吃那块饼干 那实在是太好吃的嘛 你给我,我都走回去啦 所以你说那些团的东西呢 那当然,那你当然 那里是意大利啦 那第一个就是熊,又不用安心出行 对不对 你在中国大陆那些就变了什么的了 红掌了 都说除了一张椅子 那你知道中国有什么鱼要红掌嘛 两只不好兼掌,当然要红掌啦 是啊,那其上如果是那些 还有红胆 红胆 是啊,那些曲奇焗出来 可能里面又用了那些 什么大头奶粉啊,其他东西 可能吃不到柯里吉弟啦 好啦,那台长,打架完了啦,到你讲啦 今天的严叔的新闻都好几单的 其一就是当然菲律宾大选啦 那你就,你看到在香港那些菲勇都走出去投票啦 那但是,就是我们不讲的原因啦 因为呢,就虽然说现在马克思,小马克思啊 就他应该当选的啦 那但是我们都等他当选了之后,我们才去讲 那对于我来讲呢,其实这件事就挺感慨的 因为,就是我们读书的时候呢 就刚刚适席这个马克思,他去倒台 他倒台的过程是怎样呢 就是,他有个政敌叫阿基朗 那他又是选择回去菲律宾啦 那一落机的时候,被人暗杀啦 暗杀那个情况呢 就导致菲律宾就哗然啦 跟着就群众上街示威啦 那整个过程我历历在目的 虽然那时候我都没做新闻界 那释席呢,我们有位老师其实都是菲律宾裔的 他都讲一句,这个人都很贪权的 就是一个独裁者 那如果你年纪稍大呢 你就知道在50年代,其实菲律宾的经济很好 就是当时菲律宾,菲律宾是当美金用的 但是比马克思搞了几十年呢 整个菲律宾已经是荣荣荣啦 那时候菲律宾想镇压 因为那个阿基勒被杀之后呢 他老婆出来,阿基勒夫人出来嘛 那暗杀的时候呢,他老婆就 临危授命,成为一个 原本有家庭主婦,成为一个政客啦 那领导菲律宾的反共运动呢 那今天,这个整个历史,菲律宾人是不是忘记了呢 这个我真的不得而知啦 但是似乎如果看香港的菲律宾都很支持小马克思的 那小马克思回去,是不是又做回总统之后又是 就是延续那种马克思那种独裁的统治呢 那这个我真的不得而知啦 那话说就是他发了杜特尔特 就是现在现任总统那个女儿就出选的 但是杜特尔特就没有出来啦 好像说跟他女儿,不是很对的 但是对于香港的独者,就是香港听众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小马克思他当选了 那跟着跟中国那个关系是怎样呢 那现在一般来说,他会比较,就是很亲中国的 但是我对这个看法有点不同意的 就是,因为有些很实际的问题呢 就是涉及到南海那个,就是,边界糾纷的问题 就是海上边界,菲律宾对于这个黄岩岛那里 其实他们就,就是,最好有个地图啦 那明天看我们可以讲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用什么方法可以出到那个地图啦 就是靠近菲律宾那边的 那不是千岛之国啊 那他主要都不是靠陆军的,主要都是靠海军的 那海军就是,就是之前已经和中国那些的 就是,这些的海上的舰队呢 有出现过一些的糾纷的 那跟着,譬如涉及到那个九段线的问题啦 那跟着怎么处理呢 会不会扫除那个东盟呢 那东盟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 agenda的 那但是涉及到那个九段线的问题呢 其实大部分都抗拒中国那个说法的 那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去看的时候,就看他当选之后呢 他会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发表什么意见啦 譬如说,会不会一面倒倒向美国啊 还是一面倒倒向这个中国呢 那我相信如果譬如马可思,小马可思这些 其实都是看钱的啦 那如果说,他收到一大笔贵款 那当然是不同的说法啦 那但是美国长期在这个南海里 都有他自己的实力在那里的 那菲律宾够不够胆说,现在我们亲中呢 那我觉得都挺考这个小马可思那个外交的水平的啦 那但是这些我相信都留回那两天 他这个大选的结果出来了啦 还有他说了什么的时候,我们才再判断啦 那到期时我们会再讲讲呢 就是南海几个,就是在这个南中国海里面 几个不同的国家,越南啦,马来西亚啦,印尼啦,菲律宾啦 这些这么多的国家,他和中国在那个海上的资源上面 有些什么的分歧啦 那今年似乎很多地方,很多国家都 就是总统或者最高领导人都有换的 那菲律宾现在肯定换啦,肯定是新的啦 那南欄那边呢,选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是真真正正呢,就是上台呢 这些民族人在这几天都会射入了,那新的会上去的 那新的会上去的时候呢 他们会有什么的变化呢,很值得注视的 那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经说了啦 但是呢,他们不希望呢,警惕一下 就是北约将那个冷战2.0呢,带回到亚洲区 那之前我们也提过了,就是南韩会加入那个 北约的网络防卫中心的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啦 就是王毅是不是根据刚才我们引述的那一宗消息 他说那一宗说话,他觉得南韩落一答呢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的 那譬如,如果你在东... 就是在... 东亚地区,以至南中国海地区 这些国家都如果形成了一个围堵线 然后参与那个北约的某种的活动的时候呢 那中国当然会是很...很警惕啦 那所以我们这些镜子我们要留意一下 譬如中国会不会是继续在台湾和亚国面 进行这个军事活动呢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件事啦 那...就是乌克兰那边的那个战争是这样的 5月9号,那应该过多几个小时呢 俄罗斯在莫斯科里会举行一个强大的阅兵仪式啦 就纪念这个卫国战争的 那就是涉及到那个在1945年的时候 他们打赢了这个纳粹德国啦 那今天当然他们旧事重提啦 其实当这个乌克兰那边是纳粹的啦 那他现在去把他们的纳粹那个余孽 将它清洗出来这样 这个是普京的说法来 那如果在北洋来说 当然跟他打对台起啦 所以就前两天 就分别有这个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 和呢 就是美国的第一夫人 拜登的太太 就访问基赫 不过我就觉得奇怪啦 喂,拜登夫人她都是这么危险的啦 拜登自己去不就更好 你觉得普京敢打你吗 是吧 联合国他们敢打 联合国那个秘书长 古特尼斯他去了那时候 就找些飞弹射去基赫 那但是拜登哦 拜登去够不够打啊 就是够擠飞弹去基赫呢 那就是扭打啦 扭打当然跟他还拖啦 那但是我觉得 找拜登夫人去都是 真是不托不催 要不就不要去 要不就拜登去 那至于杜鲁多去呢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他在那里去完之后呢 就升起这个加拿大铸基赫的市场 重新升起那个市 就是那支加拿大企 那很明显了 就是大家都拿了这一天 作为一个象征的一个符号 就很多国家的元首 也都今天 北约那边 就是欧盟那边 是几个国家的元首 都跟这个扎斯基 是一个网上的会议 那是表明他们去支持乌克兰 那德国的总理也都说了 他说俄罗斯在这场赛里面是不会赢的 那不会赢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能你占领到这个马利乌波尔 或者更加多的东部的城市 甚至可能搞他们独立风投 然后归聘入俄罗斯联邦那里 但是问题是整个国家不会屈服的嘛 他一定跟你打到底的嘛 他无论死多少人都会跟你打到底的嘛 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是不会赢的 那不会赢 接着来普京找了一个什么的下代街呢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但是当然大家都不想一样的就是普京 在他这个挺而走險 或者是赶国入窮巷的时候呢 他发动这个核战 那现在是整件事的核心问题在这里 如果一关人继续打 对于欧洲来说 顶当我们是捱那个通胀啦 和能源危机啦 但是不会至于说 就是一个城市里面有数以百万的人是被核弹攻击的嘛 那只要不会做到这一步呢 其实欧洲的国家都有能力去继续去和俄罗斯磨的 但是一旦爆发核战 整个牌就转了 那问题就是现在 是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核危机呢 或者今天 就是俄罗斯会不会说一个全国总统员 跟着派他们的年轻人 征兵就是要服役 跟着上这个乌亚的战场 这个是整件事的焦点来啦 那我们希望今晚 我们会看到答案的啦 好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昨天说了 就是这个分分党 那分分党在北海那里 占了这个国会的优势之后 那究竟有什么启示呢 那如果对于香港人来说 最大的疑问就是什么呢 英国 由这个联合王国 原来的Kingdom 接着会分裂成什么呢 事实上呢 苏格兰那边已经是 就是举行了独立公投 大输了 但是呢 现在他们有个说法就是 可能会再举行独立公投 那今时今日呢 英格兰就不会说 英格兰 就不会说 我们用武力 就是你要搞独立 我们就去拍军队 走去镇压你 因为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还有 那苏格兰那麽顺滩 大家都是讲文明的 就是独立公投 没问题 最重要就是不要过 那北岸那边呢 那北岸那边呢 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的 内容的问题 以前很血腥的 就前这个首相 大畅尔夫人呢 都几乎被北岸的 爱尔兰共和军呢 搞定的 就是整个炸弹呢 就是整个炸弹呢 一个炸弹呢 炸了它住的地方 不过幸好它那时候就刚刚没事了 几乎整个内国给它一锅束的 那后来说下去呢 大家都放下武器 但是这个和谈呢 其实都不是很稳定的 原因就是这样 就是北爱的 就是在北爱尔兰那边 它们没有放弃和爱尔兰是统一的 那这个统一和分离的历史背景是怎么样呢 很简单来说一说 其实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就是这个英国和爱尔兰之间 那个关系 就有点类似日本和韩国的关系 就是一直呢 韩国是被日本禁着打的 甚至殖民过了 那英国对北爱 就是对外尔兰也如是了 因为地理环境就是这样的 在英国的东面就是欧洲大陆 所以那是整个最大的危机来的 为什么呢 欧洲大陆很容易派兵过去 过了英文海峡 就走去侵略去攻打英国的 事实上在小一世纪的时候 就是在法国那边的洛曼帝国兵那班人 就是攻占了红海 跨过英文海峡 就跟着攻占了英格兰 外尔兰的岛呢 就在英国的西部 就是在背脊 那如果你背脊 腹背受敌的话 对英国来说是很危险的 所以英国首先是搞定了外尔兰 先搞定那个形式都很残酷的 其实是一些大杜杀来的 甚至在这个十八世纪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所谓 外尔兰的大饥荒 应该是十九世纪 不是十八世纪 是十九世纪的时候 那个大饥荒是怎么导致呢 就是英国的地主 英格兰去的地主 就只容許外尔兰的农民种薯仔 就有一年呢 因为那些菌 導致这个薯仔大失收 就是因为你只是种一样东西 所以整个外尔兰大饥荒 当时外尔兰的人口大概六百万左右 就是少过香港 但是是一个很大的岛来的 就有一半人呢 一是就饿死 一是就移民去美国 只剩下三百万人 对外尔兰来说 可以差不多一招收屁 那接着之后呢 就是外尔兰长期一个反抗活动 那到了十九世纪 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其实他们搞一个叫外尔兰国俄军出来 其实是什么呢 争取独立 那新分党其实就是这个 外尔兰国俄军的分支来的 就是一个文面一个武面 武的呢 就是会有恐怖活动 会有这个军事活动 文面就是我参加了你这个英国的国外选举 是不是 那因为当时呢 就这个外尔兰都有一个 由于它是英伦三 就是一个大英帝国旗的部分 有人就派了去选这个国会 结果一部分都选到的 但是长期来说呢 都不可以维持一个这样的局面 就结果呢 在这个二十世纪 就是大概三十年代的时候呢 他们就有一次的革命活动 就争取独立 那结果呢 他们就搞到英国都退兵了 但是退兵之余呢 有北外那部分呢 北外尔兰那部分呢 其实英国的移民在这里很多的 特别是地主来的 那他们是信奉这个新教的 普特斯人 而在那里的爱尔兰人呢 就信奉这个天主教 所以呢 在后面跟着呢 这个革命呢 成功了一部分 但是这个北外那里呢 他们拿不回的 那这个问题呢 是长期维持了一百多年 一百年呢 那期间呢 在北外的贝尔法斯顿 就发生了很多恐怖襲擊 你又打我 就打你了 搞得很麻烦 甚至呢 就波及到英国 所以英国都中过几次 那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襲擊 但是到今天了 这件事呢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过去了 因为为什么剩下来的 现在是那个选举 就是那个票数呢 是新分党 就是 过以兰共和军 就是要求统一 那班人是佔多数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现在就差不多 又是发动一次的全民公投的了 就在北外那里 就这个 就是要求投票 回到爱尔兰 那如果是成功了的话 那爱尔兰就不会说 这个岛上面都分了两个 一部分就是北外 就是属于英国的 另一部分就是自己的爱尔兰 如果是这样 就全个岛都是回到爱尔兰 那英国的这个United Kingdom 又少了一部分 那这个就是新分党 他们这次赢了的情况 那对于英国 英格兰来说 英格兰来说 英格兰呢 都挺麻烦的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一波风 全部都独立呢 苏南独立呢 爱尔兰 就是北外那边又独立呢 那跟着还有一个 威尔斯 威尔斯都可能独立的 是不是 跟着再搞完 那刚才我们去讲呢 譬如新分 新分党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名字其实不是英文来的 这个名字是爱尔兰话来的 就是解我们 我们的意思 那新分呢 那新分呢就是 它那个名字的文 就是语言的文字 叫做基力 那我去在都柏南的时候 我都见过的 它全部所有的政府文件 和街名都有两种 有两种语文 一种就是英文 一种是外尔兰文 但是很可惜呢 外尔兰被英国统治了这么久呢 绝大部分人 899.9的人都不会讲这个 就是外尔兰话的了 但是作为一种民族的身份认同呢 他们是坚决要放这些文字在那里 是不是 那新分党其实就是基力来的 就是外尔兰话来的 解我们 那威尔斯都有一个 他们自己的画 那有一段呢 就是在结尾的时候可以讲讲 就是如果你看The Crown 那个电视新闻呢 不是电视新闻 这个电视剧的话呢 你要看到查理斯王子 他被封为这个威尔斯 威尔斯王子的时候 因为传统威尔斯王子就是那个王柱来的 他就在那个地方 在威尔斯那个地方 接受这个英雷王的拆封 他之前呢 他是坚持一样东西 就是在那个他拆封的时候 他就要讲这个威尔斯画 哎 两个星期之内呢 他就可以练到一个威尔斯画的演说出来 这个The Crown 这个电视剧的话呢 就讲当时 他拆封的时候呢 他苦练这个威尔斯文 去赢得这个威尔斯人民的欢心 这一段这样的历史 这段历史是真的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他拆封的时候呢 他拆了整个钟头 被英雷王 接着摆把劍在他肩膀里 拆封我拆封你成为这个威尔斯王子 Prince of Wales 这些这样的事呢 就是大家今时今日就可以重温一下 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今天呢 英格兰呢 就是弱势来的了 但是呢 这个首相呢 Boris Johnson仍然是相当之 就是有朝气啊 因为他是这个 休吉二点零 尽管他这次 刚刚对上这次呢 地方选举呢 保守党是大败的 但是呢 我觉得呢 Boris Johnson 都不是那么顺畅的 他都是坚持呢 要继续做下去的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都说又是讲很多东西 那斯陈文进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呢 那我们就就此打住 明天和大家再见 Boris Johnson 是不是Kingsman啊 看他的头发不是啦 哈哈哈 头发是 他到现在都坚持一样的 是不梳头的 哇 只是这个风范呢 就真的 真的 大家都要学一下 那 优吉二是不是Kingsman啊 优吉二是呀 优吉二是 共济会 也是Kingsman 这个就挺害怕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 那个 很帅仔 穿了衣服也很漂亮的 那斯陈文进 是不是Kingsman啊 你呀 你就要多多去锻炼啦 你首先要减肥先啦 如果不是那些西装不适合的 你减肥之后 我带你去银 在伦敦那些西装那里做两套西装 好 那我们明天回来再继续 讲这个关于西装的事啊 OK 拜拜 今天来到这个火之神啊 那阿朗哥和灯为我煮了一道 是不是叫台长的牛扒呢 台长西亚牛扒 那我要介绍一下这个蔬菜式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一样东西 单手都可以吃的 单手都可以吃这个这么滑的牛扒 最难牛扒 最难牛扒 这道菜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美味 所以大家来看 接着下来 一定要点这道菜 台长西亚牛扒 多谢大家 支持港国和支持梁锦晨峰在西装 和他的节目 多谢大家 大家记得订阅和支持司徒文俊频道